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不是还没到饭药的时间吗 好久不见 吉诚啊 怎么是你 你来干什么 我就问你一件事 你真的确定 你爸爸的车祸是一场意外吗 你什么意思 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吗 你看这个车里的摆件 你应该很熟悉吧 这是我舅舅送给我爸的 这个呢 没错 是借听器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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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搞不鬼的人吗 可她是我舅舅 你醒醒吧 你爸爸都装什么样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包庇陈景辉了 不要再给我舅舅抹黑了 我不会相信你 你跟季城川都是一伙的 都是骗子 陈东好 不 她没有骗你 给 陈景辉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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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杀人羞手 好 宋秘书 讲话可是要负责任的 关火你那场罪 我这别怪我不客气 你 季城川就是你杀的 你别否认 你迟早要遭报应的 宋秘书 凡事讲个证据 不要像疯狗一样的乱飞 你 这季城川就是这么叫你的 把宋秘书送走 走 走 放开 放开 我自己会走 走 舅 舅舅 我来看看你爸爸 你爸爸今天怎么样啊 挺好的 护士说有好转 承文 你刚记住的公司 要多多省心啊 千万不要让你爸失望啊 放心吧 舅舅 我都听你的 睡觉 长安啊 听说你爸爸养病这段日子 你经常过来看看啊 你做得很好 季承安怎么说 能做的都做了 看他选择吧 陈景辉估计已经起因了 我们得赶紧离开 走 我们得够了 这个是冰箱的 我们得够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